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贪图虚名的人看见别人在罪恶上跌倒 通常会幸灾乐祸 但属于的人看见弟兄跌倒了 不会嘲笑论断 乃是要扶持帮助他 因为个人的重担要彼此互相担当 并且把一切需要供给传福音的人 并且要向人行善 第九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上知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我们努力行善 常会得不到任何回报 有没有人赞赏 常会使人气馁 令人沮丧 但保罗鼓励家太的信徒 和我们要继续行善 并且相信神一定会赏赐 时候到了 我们必定会得到祝福的果实 接着十二节说到 这些勉强你们 要受割离的错误福音的人 只是想要讨好别人 以免为基督实价受迫害 不愿为主承担这些逼迫 那些人常常表现出高高在上 要别人遵守一些 自己也遵守不了的道德教条 但保罗呢 他说他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该做的 愿意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人 是个破碎的人 只单单夸耶稣在我们身上所行的恩典 听到有个别的教会转过来的人说 我们教会有个特色 就是很愿意夸自己的软弱 很愿意向人谈成自己需要神的地方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觉得确实如此 当我们不夸自己的行为 而是愿意谦卑承认我们自己需要神 更能叫人得到安慰 最后保罗再次强调本书的重点 受割离不受割离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因为肉身的割离 不过是割去身上的一小块皮而已 并为真正割去人心里种种的情欲和败坏 只有借着信得以在基督里的人 才能成为新的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了 17节说从今以后 神都不要搅劳我 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印记在希腊文中是指 牲畜或奴仆的烙印的记号 表示这个人 牲畜或奴仆是属于某个主人 保罗为着传讲十字架的福音 遭受鞭打迫害为难 谁想象他很多的伤痕在这当中 他觉得这就是他为主做工耶稣的印记 这是他身为耶稣基督仆人的一个记号 我们可夸的就是要夸 耶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不是我们自己的作为 否则就会落入自夸 还有自以为意的现经理 你身上有哪些耶稣的印记呢 让我们好好夸这些恩典的印记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绝书 主谢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身上多有耶稣的印记 让我们不夸自己的行为 而是夸你 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奇妙作为 不夸别的直夸基督的十字架 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